很多事情你硬要做 當然都 我想不可以 就是 你要不要承加這個風險 它會增加什麼風險 我覺得第一個 就是麻醉的順序 所以現在要早數一次來 對 應該要再多重點 放得下 放得下 第三題 指針手術跟勞比手術 哪一項手術必須要先做 已經開始了嗎 要聽心裡面的話嗎 一般我們兩個怎麼決定 看誰有空 不是啦 林醫師我想知道你的想法 他其實每次都被我擾 就是說每次我都很堅持 要我先開碗碳的人 可是我想知道他心裡面的想法 沒有他自己的想法的時候 我會傾向就是 我們先把骨骼回到一個好的標準 那我們再依照這個好的標準 去設置我的鼻子 但是有時候真的 病人覺得他的骨頭 我還沒有那麼困擾 可以靠其他的手術 去做一些修飾 沒有到骨頭完全搖合 完全的正常 但是他可以改成 用灰塗手術改變 改變他的中臉 或是下巴肩骨手術 改變他的下巴後縮 這些方式去改變他側臉的比例 那再來就是 不對稱的部分 做一個中間的脫節掩飾 那是可以達到一個 病人可以接受 大家也覺得好看的結果 這時候可能會先做鼻子的部分 如果他有動到症餓手術的考慮的話 那我會建議還是先讓骨頭 會不會到一個好的位置 那我們再去做後面的調整 他的意思是說 如果病人本身已經很有很高的醫院做症餓手術 他的臉型也是 症餓手術 給他一個最大的改善跟滿意度 如果鼻子是一個輔助性的角色 當然我們希望先把基底做好 就是把症餓手術的效果先做出來 當下半年的狀況已經調整好了 再依照這個臉型去決定 病人鼻子的比例 對於不管是症餓醫生 或我相信對於鼻子的醫生 都會是一個比較沒有壓力的選擇 其實在我的臨床經驗裡面 很多病人諮詢完症餓之後 也都會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手術 風險很高 需要配合矯正 治療時間很久 他們可能因為費用的關係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或者其他的關係 他們並沒有把它列為一個 主要的治療相簿 那這時候就變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他們去諮詢鼻子了 然後鼻子醫生又建議他說 你一定要做完症餓 我眼才能做鼻子 那他們可能整個治療計畫 就走不下去了 這時候可能林醫師的想法就會變成說 那我給你另外一個想法是 我們沒有那麼大醫院做症餓手術 是否就可以考慮利用鼻子手術 再配合一些其他的 所謂嚴視性的手術 避免一個這麼大的症餓手術 那這時候可能回歸來 就是一個鼻子手術 是在他的整個臉型的手術裡面 雖然是一個主導性的手術 那當然這時候就可以考慮 先把鼻子手術做 然後我們再看之後的效果 再決定接下來要怎麼幫助這個病人 如果病人來找我 大部分先會質詢的是症餓手術 不會來找我問鼻子手術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因為這是我們的存在 重點應該會是 做完手術之後 多久可以回復到一個 消毒的狀況 因為我相信 以林醫師的想法 應該還是希望能夠 整體的去做評估 最後可能三個月左右 我自己感覺到 雖然還沒有完全消毒 可是已經到差不多到完了 我可能就會先請 林醫師先做一些評估 時間到了時候 差不多就可以準備做手術 也是很同意 學長收的方式 那實際上 我們有時候 比較緊急的重修 甚至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內再進去 或一個月兩個月 恒年的時候再進去 也都是有辦法做的 但是就是你要不要承擔這些 可能比較難去評估 可能比較大的誤差的風險 之後做龍鼻手術 會受到限制 或是孩子啊高度啊 反省的會不會受到 這樣手術的影響 這個我一直想要問他 因為 我每次開症的時候 他都會跑來看我 然後笑我說 啊隊長 這個病人以後要做龍鼻 你這個骨頭 可不可以多留一點 我們症的手術 到底會對你的龍鼻 造成什麼樣的困擾 所以我一開始會蠻害怕的 我要用的材料被拿掉 但其實好像沒有拿到那麼高 所以大部分材料都還是夠耶 那如果真的量比較不夠 就會直接建議他用熱軟 特別的限制 好像沒有耶 就知道我們其實很小心的 去保護那個區域 那我們最後一題是 就是既然症二端是龍鼻不行 那效果或是下巴的手術 可以跟龍鼻手術同時做嗎 可以啊 因為他很厲害 對啊 現在都是這樣做 剛剛好像有講過 那其他的手術呢 比如說眼睛手術嗎 鬍子手術嗎 也可以耶 眼睛手術也是蠻多跟鬍子一起的 帶遞所有林醫師的粉絲 我也會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林醫師要用鬍子 因為那個啊 下巴後鎖很容易 你是不是有個觀念是 所有很會做鼻子的人 都要用鬍子嗎 因為小燕在一起 你下巴後鎖可以找我 其實 可以找另外一位鬍子 好錄完了 那希望今天 我們兩個的討論 有幫助大家 解決大家的問題 希望不是增加更多的疑問 我覺得是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按讚跟開啟小鈴鐺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們都會回復喔 拜拜 拜拜 謝謝